一辆行驶2900公里去不用充电的特斯拉 你有见过吗 作为电车车主 续航问题无疑是困扰我们的首要因素 当然也不仅困扰着咱们 国外的小伙伴也是不太满意 这部国外又有一群爱导姑的小伙伴 为了满足自己长途旅行的需求 决定给自己的Model S来个小改造 从而省具繁琐的充电步骤 那它又是怎么实现的呢 咱们继续往下看啊 经过小哥的一顿操作后 这台不用充电的特斯拉终于问世了 诶不对 这车屁股上怎么还长了个排气管啊 破壶还是会喷火的那种 没错 他们在这台特斯拉的后备箱 装了一台发电机来给车辆充电 怎么感觉有点似曾相识的感觉呢 从此无论是行驶中还是停车时 都能时刻为爱车不能加电 缺点就是有点费油 为了车内更加安静 小哥还用钢板加密封胶条做了静音处理 车内效果还可以只有70分费左右 但你在听听车外这噪音 不知道的还以为谁开出拉机出来了呢 而也就是在这台发电机的加持下 小哥完成了本次长达1800英里 也就是2900公里的长途旅行 虽然满得不错 也没有了去哪充电的烦恼 但加油站估计是没少跑 那你觉得这台特斯拉百公里得几个油呢 评论区聊聊吧 关注小姨 下期待你看看 当了火箭喷射器的特斯拉能跑多快